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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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非常感动啊 听到我的好兄弟 都分享真的很感动 我看到他的改变 其实我本身 本身是来自一个 小看自家的家庭 从小就无忧无虑 从来没有为任何的 生活烦恼 所以最主要呢 其实我的父亲 是有十个兄弟姐妹 所以十个兄弟姐妹呢 就是 一个 就是 大家庭 大家庭就有很多小孩子 很多小孩子的时候呢 就会 做一些比较 全部是住在一起 住在一个家 所以就会做一些比较 当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自然而然 学历 学历不高的我 能力不强的我 自然就被比下去了 因为 因为就是 那个时候就造成我 一种性格 就是 我非常的开始自卑 然后到过去自负 自大 然后呢 就是为了想保护自己 就 不想 就想 隐藏自己的 能力不足 隐藏自己的自卑 所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最主要一个东西呢 我就 完全的对我的人生 也没有什么方向 也没有什么的梦想 我觉得 平平淡淡就这样过一生就够了 所以我也平平淡淡的 就完成小学到中学的时候 到中学我还是平平淡淡的 然后呢 就 因为很想赚钱 就这么呢 就在SPN的 还有一个月考试的时候 我就自己 毕业 就去打工了 可是 可是 你要一个月啊 之前的一个月 就是要考试的一个月前 啊 很可惜就是 可是我很坚实 我的父母就是 很有性格 我的父母就一直很坚实 你就是熬完那一个月 我讲不能 我不能熬完那一个月 我就是 直接的 没有理会他们的主旨之间 我就直接就去了 去打工 就成为一个烧汉员 跟机械员 嗯 当时我觉得 我很认为就是 我只要靠我的努力 靠我的 劳力 嗯 我不计较 我一定可以 啊 创一般大事业 所以我呢 我每次打工的时候 我从来就算没工钱 啊 我都愿意进去加奥提啊 等等 我只希望 我的这些 这些师傅 可以教多我一点东西 嗯 所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慢慢慢慢就打工了四年 打工了四年也没有 收入也没有很大突破 啊 每一次呢 也是工钱不够啊 啊 每次就回到 回到 回到 回家的时候给 给妈妈钱 然后过后 回去打工的时候 又跟妈妈借钱 就是这样的生活 所以呢 因为这样陆陆细细细了四年 就我父亲就希望我来帮他 因为当时他是渔床嘛 因为我们是渔床世家 我的父亲 呃 渔床需要人手 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答应了他回来 就去帮他 那帮他的时候呢 我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晕床 别人很快就适应 可是 我晕了两年 就造成我健康问题 很严重的 啊 胃 胃酸的问题 到后面我会出血 所以呢 就这个时候呢 我的父亲 就看到我这样的情形 他就觉得 哎 孩子你必须找其他的出路 这个可能不适合你 啊 这个行业可能不适合你 所以呢 他过后我就觉得 劳力我 我有付出过啊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用知识来赚钱 所以我一要求我的父亲 我要读 Diploma 然后读 IT 啊 当时是 比较有未来性的一个行业 IT很火红的 很火红的 因为一个view gap 所以当时我就很努力读书 因为 因为经过这一个了 我就很努力读书 然后呢 Diploma 我的成绩都非常好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呢 OK 到毕业的时候呢 我就问我的学长 到底我们Diploma 毕业 我们可以赚多少的收入 我的学长就告诉我 现在经济不好 啊 你只要能够找到 人家修电脑的500块工钱 就500块的工钱啊 我们那个小地方 500块工钱 你就已经很好了咯 有人请你 我那时想 哦 是不是我们啊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提高我的收入 当时我记得 我的学长跟我讲 你要念就是念到 甚至念到更高 所以我当时我的手法是这样 啊 可是 那个时候呢 当我在这个要毕业的 我就 就坚持 我就觉得我要 我要念念到Degree 跟我的女朋友 现在的力棒 我就想要念 可是 家里的经济不能够 因为刚好那时候金融不毛 家里的经济不能够 所以呢 我就在 就开始很迷惘了 又没有什么方向了 又没有什么方向了 而且呢 真的是非常迷惘 所以呢 呃 那个时候呢 我就一次的 机会下 我的弟弟 就邀约我 去这个酒店 有Buffet的机场 他告诉我 他来 他朋友答应他 他朋友突然不要去 然后呢 就 我为了support他吧 我就去了 你不是为了那个Buffet 你是为了什么 我也是为了Buffet 因为爱吃吧 哈哈 因为那时候年轻人 那里有几只 有几位可以吃Buffet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了 过后 呃 其实我去了过后 我当时我就有点抗拒 因为 去了 是要听 呃 听讲究 又看到那么多人 我是很很 我喜欢接触人的人 那一次就是去 第一次接触到 艾看的活动吗 哦 对 好 啊 可是又又又又又 我要跟人啊 跟接触人 然后啊 爱看的环境的人啊 文化的人都很很主动 我又 哇 我可是 虽然我觉得有点抗拒 可是已经融化我的心了 然后最重要呢 我在我在这里面 我就 听到其中一位讲师 啊 就是呃 我们的President Andrew 他当 他当时是一个年轻人吗 他是一个年轻人 运助大学 他都可以 通过这个平台 艾看国际可以拿五一书收入哦 他又是念著大学的时候 当时我就想 当时我就想 啊 其实 如果他可以 他可能是大学生 我 我还不是 我是一半半 如果我可以拿他一半收入 就是很不错了哦 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啊 所以就这样我 basic以了 啊 basic以了 之后呢 我的 我的 弟弟就告诉我 诶 可以再去这个 Winners night 啊 他就带来他朋友 诶 其实你可以去见我的朋友一下 然后我就见了我的 啊 当时的啊 这个上线 啊 就邀约我去这个全国表演大会哦 OK 我就想 从来没有坐飞机去过KL啊 啊 所以呢 就决定去 还带买啊 还带买我的女朋友啊 当时我们在台上看到很多很多的大学生 嗯 嗯 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上这个舞台 是 我当时就想 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谈 难道 我们父母亲已经不能供我们读大学了 难道我们还要很辛苦的啊 让他们供我们读大学 读完过后 我们再回来做爱他吗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就因为这样呢 我们一回来 我们下大决心啊 啊 当时我最记得 最让我最大的 推动力 就是呃 我的父亲 嗯 因为我父亲从 读二年纪书 从14岁 就开始成为渔夫 做了40年 可是 我们三个兄弟 都还不能给他退休 就当时这个想法 我觉得我身为大哥的我 我必须先踏出这一步 啊 就这样呢 我就 真的是 呃 真的是 看到这个机会下大决心 就在 不断的 在这个行业 在这个平台 学习 因为我知道我能力不这样 我愿意学习 然后呢 我愿意付出 啊 就像Denis 当时我听到Denis分享 我觉得 哇 真的 我当年也是这样啊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被这个文化感染了 然后呢 在这个系统教育的 啊 教育之下呢 细号之下呢 慢慢慢慢真的 就在短短的几年呢 啊 我拥有了很多年轻人 我可以在年轻的时候 就可以拥有了这个 啊 很多人所向往的五指登科啊 是买了 五指登科 车子 买房子 然后就取妻子 然后就生孩子 然后 悬一点点的银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在艾卡国际给我的 OK 所以呢 当然最主要一个东西 还让我真的是 呃 以前都没有机会 搭飞机嘛 因为 能力不 不没有能力嘛 我想去念大学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可以去 飞去外国 一边念书 一边可以去旅行 这是我们每一个 我觉得每一个大学生想去外国念书的 是 是 其中一个 一个小小小小小 这个 啊 对对对 所以呢 也让到我们真的实现了 一年两次的 这个旅行 嗯 走有列国 所以我们在国内国外呢 在 都去过了 差不多40个城市 所以呢 也最重要呢 我觉得 一个东西 这个艾卡国际的平台 让到我 什么 让到我肯定我 嗯 以前都很希望 读大学 可是今天 iCountry 可以给我机会 可以出席到这个 啊 日本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 MIME 国际的交流会 这个是一个 总和的一个医疗机能的 性食品的国际讲座 出席的都是 一些的医生 一些的科学家 我是唯一一个不是科学家 我有机会出席跟他们学习 让到我呢 甚至去参观这个 MIME 让到呢 我对这一个产品 是非常的有心情 甚至呢 嗯 我非常的 呃 提升我自己本身 对一些 保健的一些的知识 所以呢 真的是 艾卡国际给到我这个机会 啊 是 最重要一个东西呢 嗯 我觉得 这一些 可能在外面 很多的都 都可以得到 很多的平台都可以得到 最重要 我觉得 艾卡国际给我的这个平台 给我一个改变 我觉得 嗯 是给我非常珍惜的啊 他的文化是给我非常珍惜的 其中最主要一个东西 嗯 以前我不懂得什么叫珍惜感恩 因为年轻人嘛 我总觉得我的父亲给我的 一定 他是应该要给我的 嗯 真的 我觉得他是应该要给我的 因为我是他孩子 所以父亲总是给我 他总是为我付出 可是当我在这个 呃 艾卡国际我学会一个东西 当时在这个文化我学会一个东西 珍惜感恩 所以 就是因为这样呢 我烂到我的父亲 提早退休 我们三兄弟 因为我做大哥 我做出第一步 跑出那个第一步 所以烂到呢 甚至可以烂到我父亲 他曾经 梦想 我的父母啊 梦想的 想要去台湾旅行啊 因为家里装这个台湾卫星嘛 嗯 台湾卫星就每天 看台湾的事物 看台湾的景点 嗯 真的我妈妈50多岁 没有机会搭过飞机 就是因为 艾卡国际给到我有机会 可以回报 啊 我们的父母恩 甚至啊 我跟我的二弟 可以在父亲节 买一辆车送给我爸爸 嗯 我觉得这一个是让 这一个文化 感动我 让我学习什么叫珍惜感恩 所以最重要呢 我从以前我是什么 我刚才文庄我刚才都提起 我以前是 真的是我学会八个字 在这个这个这个 文化里面 带人土士修生养性 我记得那时候我来到 艾卡国际的时候 老大时常不断的讲这个 老大哥启鸿 不断的告诉我这个东西 带人土士修生养性 我从以前很怕问题 因为我都是 无忧无虑啊 问题不用我解决啊 都是我的父亲解决啊 所以呢我 我到 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就是 先发脾气 到慢慢 我懂得控制我的脾气 嗯 到慢慢 那我会想办法去 拿起责任去解决问题 我从以前我不喜欢 所以我 其实我跟Denis一样的 以前我 我真的是 呃 不会 不喜欢笑的 我记得 我来到 我来到艾卡国际的时候 医院姐 她分享的 她分享的卡蛋那时候 她讲 要学笑 不懂笑 我真的学医院姐 我学笑 我拿一个镜子 我在镜子前面笑 笑到 如果笑到很 你自己都不喜欢 人家肯定不喜欢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 我就开始 我为什么先跟人家笑 嗯 然后我懂得怎样去 啊 跟人相处 然后以前我很消极 我变成很正面 以前我没有方向 我甚至没有方向 我没有目标 我觉得我的人生 我不懂得规划 我不知道我几岁 我总觉得 我的父亲会养我一辈子 哈哈哈 真的 可是我今天我充满目标 充满梦想 甚至我想 做国际的事业 我想带领 一般跟我一样 并肩作战带领 一般的 真的跟我一样有梦想的人 一样有梦想的人 年轻人一起冲向国际 所以呢 就是这是我本身个人 在这个艾卡国际的改变 我觉得 我最喜欢艾卡国际 就是他的文化 我最喜欢 就是他的一句话 他的一个宗旨 就是造就你我 成就他 所以当时我不管看到谁 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不管看到谁 我都觉得 当时Denis 其实Denis讲的东西 我是无心的 我觉得 我看到人我就想帮他们 看到人我就想鼓励肯定 因为当初我是被这样肯定 鼓励起来的 所以最重要呢 当这一些一些 我觉得 搬到我的时候 最重要是我最开心是2016年的时候呢 艾卡跑向国际 艾卡跑向国际 所以呢 跑向国际的这几年的不断的 这几年的转变啦 ok 我觉得让我更大有信心的 可以跑向国际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在还没有转向国际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能力跟我的时间 最多也只能做到沙老员 因为每天飞来飞去 沙老鲜啊 美利啊等等 所以呢 我的能力跟时间不允许啊 所以做来做去还是不要想国际啊 可是呢 就在这个MCO 在这个MCO的时间 我真正体会 哇 原来 我们从线下的陪同 可以转到线上的陪同 线上的陪同 线上的做检讨 线上等等 真的 可以让到我们把距离拉短 让我更省时间 老实讲 这个MCO应该是 应该是三个月我没有出门过五次 都是在线上见了 甚至在这个时候很多人真的生意 生意啊 生意啊 开始不好啊 经济不好啊 因为这个COVID-19 所以 可是我觉得 我甚至在这个时候 MCO的期间两三个月时间 是 我不只是 我没有下滑 我甚至可以突破 通过这线上啊 我的业绩啊 甚至我的新人啊 持续在增长啊 以前最多只是保健个古镜人啊 Sarawak人啊 要去KLU 要花一点时间去保健KLU人 可是现在通过这个线上呢 真的啊 所有的社交媒体 我们可以保健到新加坡 保健到这个澳洲 保健到美国 我觉得太好了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计划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真的 只要有一台手机 我们就可以了 我觉得太方便了 所以最主要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 也在这个MCO期间呢 真的是 烂到呢 栽培了一个导致 也栽培了几个 Pro Builder Pro Builder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啊 很好让我体验 因为以前如果叫我用线上 我是不会用了 三个月前 MCO前 我觉得线下去陪同 线下去见面是 比较实在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 现在 这个改变呢 烂到我呢 我就更快 啊 开到国际 肯定不是梦来的 肯定不是梦 啊 所以呢最主要呢 我这一切切我就觉得 因为艾康国际这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有一个远见的老板 是 所以呢 他就是因为当初的 一个百年企业的一个 的梦 在2016年让我们转变 让我们今天 人家在当心东西 我们却很开心 我们却在成长 我们正在度过 所以呢 感谢艾康国际 这个平台 这一切一切 都是艾康国际给我们的 啊 所以呢也是这一个平台 改变了我自己本身 个人的提升 所以呢 也最主要也是因为一般的艾康的 这个红艳 兄弟姐妹 这是我最喜欢的 那天预言在讲这个东西 呃 红艳体系之后 我在流眼泪 我觉得 今天 每个人都不可能 远远顺顺利利 可能有高潮 可能有低潮 可是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互相肯定互相鼓励 我们 是 远远都会往前面冲 甚至冲向国际 所以 我最喜欢就是艾康的 新联系的文化 所以最重要呢 我本身呢 因为选对平台 而且 跟对贵人 所以呢 我当初就是因为 我跟对这个贵人 啊 这是我们的生命导师 刚龙呢 当初我伸出手 让他把我带进这个环境 然后呢 接触到 启鸿跟老大 启鸿鲁鲁 跟老大美圣姐 他们在这几年 不断的教育我 教导我 甚至真的带人处事修身养性 我觉得我不是在他们的身上 不是在他们举巴 听到 我是在他们身上看到 所以呢 就在这样熏陶之下呢 真的也 让到改变完全的 以前另外一个我 今天老实讲 如果不是分享这个 这个今天这个 我的故事的话 我还忘记以前我是怎样的人 我还问 我还问我的例子 以前我是怎样的人 我都以为我现在以前 已经是这样的 这样的了 所以呢 也是我另一半提醒啊 最重要也谢谢 我的另一半 我的老婆 以前的女朋友 现在的老婆 也不一 一个老婆 也是远远的老婆 所以呢 最重要也要谢谢我的父母亲 也是要谢谢我的岳父岳母 把这么好的女儿 送给我 嫁给我 不是送给我 所以呢 最主要呢 也要在这个父亲节 我要真的是要跟我的父母亲讲 爽情节快乐 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故事 啊 谢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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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